国安法的出台之后 更加是提振了香港的经济 资金的流向就正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你看最近就是无论是内地的股市也好 然后香港的资本市场也好 都非常的活跃 尤其是那个香港的恒生指数 它又重返了两万六 而且呢你看到就是 无论是那个内外资的那个出入啊 或者说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基金机构 对香港的一些资金的一些那个投入 都是非常的积极 从去年开始的这个街头暴力啊 那么严重的影响到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局面的话呢 实际上对于经济啊 环境的破坏 这个大家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 有了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之后 我们相信啊这个经济社会 重回到一个这个繁荣稳定的局面呢 是指而可待的 对于香港的长期的繁荣稳定 和这个香港的人民生活的回归到 这个正常的状态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具有定海省针的作用 有了这个法律的加持 国安法的加持 那么香港未来的社会呢 肯定会更加的稳定 你不太学忍着写 你不太学忍着inta了吗 你不太开心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